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湖救急是吧 来 都拿走 我不要钱 我要人 原来是要人啊 早说呀 我不是要你 我要的是那个叫秀儿的姑娘 大英雄 豪门夜总会漂亮姑娘有的事 干嘛非得要那个秀儿啊 不要啰嗦 把人给我带来 如果秀儿身上掉了一根头发 我要你 加倍奉还 你可能还不知道 这豪门夜总会啊 那可是忠义堂 堂四爷的场子 你这不是明摆着 跟忠义堂的堂四爷做对吗 我管你是堂四爷堂五爷还是堂六爷 你跟我过来 走啊 你要的人带来了 告诉那个叫什么四爷 我叫白念生 四爷 几股斋的掌柜的孔文涛 最近四下里打听一幅 叫云松图的卷轴 四爷 接着说 天洁卫所有人都知道 孔文涛的幕后老板 那是日本人 你说他这时候 着急找这么一件宝贝的下落 我觉得这里边 有玄机 寻补方抓到这小子没有 没呢 这小子有两瞎子 昨天呢 在府美路 见了巡警就打 几个日本浪人追捕上了 被揍得鼻青脸肿 脾气火爆身手了得 大有来头 可是他去了咱们的侯门夜总会 看场的刀疤吃了大亏 四爷 这小子连咱们的地盘都敢砸 红七那帮手下嚣张惯了 该有人收拾收拾了 对对 传王的话 水汉码头三十六个堂口 务必在巡捕房之前 找到那个小子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四爷 这可是 明摆着和巡捕房作对 合适吗 江叔 明光寺无为方丈 俗家的名字叫吴维雍 你没听说过吗 吴维雍是当年金门四虎的带头大哥 是四爷的过命弟兄 所以我要找到这小子 如果是他杀了我大师兄 我就把他千刀万剐 如果不是 我就保着他 看谁敢动他一根汗帽 知道了 在那儿 在那儿 哥 汐儿 哥 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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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今 血儿干愿为你做牛做马 你就让我们留在你身边吧 好好照顾你妹妹 有事来北岗巷找我 我先走了 父亲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那小子来豪梅夜祖会 就走了一个姑娘 是谁 是前几天刚刚卖到的 您气你 叉叉他们有什么关系 你小心点 太阳 年生哥哥 我答应过帮你找家藤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跟着我爸爸 他会带你到家藤那里 不过你可千万别胡来 家藤先生 为了抓捕一个小小毛贼 你又是请吃饭 又是送礼的 这是何必呢 韩司令 此人手上沾着血癌 而且手段残忍毒辣 如果不早日捉拿归案 恐怕天津城内 不会有安宁之日啊 据我所知 这明光寺的方丈被杀 充其量就是一个屠材害命 并非家藤先生说的什么外交事件 我现在在想 难道这里面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秘密吗 实不相瞒 明光寺的无为方丈 跟我是多年好友 我们都对书画情有独钟 多年前 我偶然得到一幅明出怪才 竹齿散人的画作 花重金买下后 一直寄存在无为方丈那里 上次跟韩司令说的极为重要的物件 就是这幅画 没想到歹人 为了得到这幅画 居然害死了无为方丈 所以 我必须抓住此人 找回画作 否则我心难安呢 加藤先生 中国人有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叫穷寇莫追 还有一句古话 叫狗急了还咬人呢 你说 这两天凶手四处作案 连连伤人 我城防部队 为了你的私人恩怨 已经在大动干戈 你说 这杀鸡何用牛刀啊 我明白 只希望韩司令继续戒严 捉拿凶手 由我的人处理 还望韩司令 能大开方便之门 韩司令 我听几个日本侨民说 大小姐和那个通缉犯 是好朋友 你什么意思 我女儿跟那些人 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只是听说 如果大小姐能提供线索 有助于集凶 韩司令 就看您怎么